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們來看這個最最最 最怎樣 大家最害怕的一個大題 句子文法第二大題 重組 為什麼重組題大家害怕 不知道 可是以前我在補習班的時候 有一位老師也是教檢定的老師 其實不只他 很多老師都跟他們學生講 這一大題很可怕 看到乾脆放棄算了 其實這個大題非常簡單 我叫送分題 可是為什麼我跟其他老師的差異 對於同一個議題的差異這麼大呢 因為他們沒有我厲害啊 沒有啦 不是這樣子啊 其實是怎麼樣 他們不知道為什麼有這個大題 那為什麼不知道 因為太年輕了嘛 就算年長的也不夠資深嘛 就算真的資深也不夠專業嘛 哎呦 從頭到尾是在 叮其他老師叮什麼東西 好啦 我們來說啦 2010年開始新日檢 在之前的舊日檢被稱為龍亞日檢 誰稱的 我稱的 意思是什麼 那不是 我的意思是 我直接講龍亞日檢啦 但是外界講什麼呢 你看 這樣的一個語言檢定 居然沒有口說 沒有寫作 根本就是做半套的嘛 對 所以又龍又啞也考得過啊 為什麼也考得過 聽力用猜的搞不好還比你高了耶 好 那可是 新日檢說 我要改 我要改 所以他把 聽力 有沒有 我們要加什麼 口說跟寫作加進去 可是我們還是選擇題耶 加什麼呢 口說加在即時應答 聽力這個大題 寫作加在這一大題 所以這一大題大家會覺得很害怕 因為你以為他只是一般的文法題 文法題其實還是什麼 聽說讀寫的那個讀的部分嘛 偏偏他考的是寫不是讀 你用解決讀的方法 來解決考你寫的題目 當然有問題啊 所以我們要大家記住 這個大題 這個大題 考的是寫作 但是不是我們真的要去寫作 意思就是 你必須要基礎文法夠好 而且 你不能說 看完 這個意思 所以你開始主 你矛盾了 你先射箭再畫靶了 這個句子明明就支離破碎 明明就被分屍了 你還看得出他是誰 就好像拼圖的時候 我們當然拼圖有一個盒子 給你對照 那當然很簡單啊 可是人骨拼圖呢 有沒有 丹佐華盛頓應該是啦 以前有一部人骨拼圖嘛 如果你今天根本就不知道 那個畫面是什麼 然後你把這些拼圖拼起來 哦原來是他 你不能看到有一個結衣 你心裡想 哎呦這結衣 心圓結衣嘛 然後你就開始拼 怎麼拼都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是頗多也結衣啊 有些東西的大小就有一些差異了 對不對 什麼大小 眼睛啊 所以你不能夠知道具意 你也不應該猜測具意 你只能靠基礎文法來拼他 拼了完整了 來看看什麼意思 這意思如果有點矛盾 再調整 好 來試 這題先看 選項有 選項有 你開始在想 哎呦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不要猜什麼意思 好不好 我們來看 我們講過 你不能夠想盡辦法去翻譯它 不是 你要先組出來 不然你看 哎呦 タクシータクシー 有兩台計程車是不是 住詞是基於動詞的存在 為什麼タクシー加2 為什麼タクシー加低 你要找出它相對應的 什麼相對應的 タクシー2 誰需要你 不是只有3跟4哦 別忘了句尾還有一個一個一個 是不是應該是ノレ吧 ノル 搭乘 是不是應該有一個歸著點的你嘛 所以1跟4應該在一起的 タクシーに乗れば 再來 タクシーって應該跟誰在一起 行こう嘛 搭計程車去吧 那麼 間に合うかもしれない 說不定敢得上 是不是應該在 タクシーに乗れば後面出現嘛 所以整個句子我們預測應該是 今すぐタクシーに乗れば 間に合うかもしれないから タクシーって行こう 然後再來看這句話 這樣子是否合理 你看 コンサトにはもう間に合わないですね 已經趕不上演唱會了 今すぐタクシーに乗れば 如果現在立刻坐計程車的話 間に合うかもしれないから 說不定就來得及 所以 タクシーで行こう 好完成 有沒有 在我們剛剛其實具意還沒有這樣子來確認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第三格就是要填3了嘛 好 下一題 先不講太多 各位先試試 照著我說的 誰需要什麼 誰需要什麼 我們現在就好像在玩遊戲一樣 一開始就是4B 而你只需要湊出一個A 第三個A就好了嘛 就算你1A3B 只要你的1A是在第三格 就好啦 好了沒有 要想一下喔 這個大題是需要慢慢思考 等到你很熟練了 當然一下 答案出來 可是現在你要想 要跟打牌一樣 而不是像前幾個大題 靠直覺 來 我們來看 一樣 本階段不可以有中意 田中 これから食してもどうですか 這句話可以啦 田中 我們接下來 來吃個飯怎麼樣呢 すみません ちょうどです 選項有何所を食べたか今 怎麼辦 注意幾個 巨尾是個です 請問1 2 3 4 不能夠接 です 的有什麼 たべた たべたです 是錯的 所以你就知道 たべた 再來たべた 怎麼連接呢 各位 你看2 ところ ところ 不管怎麼樣是個名詞 いま也是個名詞 但是 たべた接いま 跟たべた接ところ 哪個好 接ところ 構成了什麼 所以這個考的是句型 但是文法上 你就知道 たべた 一定要接ところ 3跟2 一定要在一起 那いま 放哪 我們假設一下 先放前面嘛 為什麼 時間複詞在前面 第四百 第一格 再來呢 なん 平常なんですか 可是這邊是不是問句 不是 所以其實 它應該是擺最後 也別忘了 たべた接的ところ 也許它可以接です 但是 如果有個なん 後面再放個なん 表示說明的 んです 那んです 前面是名詞 所以有個なん 也就合理啦 因此 いま たべた ところ なんです 文法 應該合理 好 來確認 是不是 田中さん これから食誌でもどうですか 田中さん 接下來要不要吃個飯 すみません 不好意思 きょうど 我們剛剛都沒有提到它 ところ 是一個時間 有沒有 不特定的時間 正要正在 或剛做完 那配合了きょうど 剛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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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飯 きょうど たべた ところ きょうど たべたところ 讓擺最後 別忘了我們剛剛講的いま 擺在たべた的前面 きょうど きょうど いま たべたところ なん です 不好意思 因為我剛吃過 實施 我剛吃過飯 所以 答案是 ところ 你就知道了 ところ 後面要接這個なん タベた 跟ところ 在一起 所以 いま擺到第一格之後 第三個 空格 只能選2了嘛 再來下一題 一样哦 先各位先看哦 这个一定要先看一下 来 3 2 1 怎么样 明天是大事的客人 所以会不会进行 先看回答 我明天会穿新鞋来 好 为什么说 我知道了 我明天会穿新鞋来 新鞋子来 有靴 有哇 有そんな 有で で 是个住词 隔住词 放哪里 名词之后 そんな 这样的一个指示词 そんな 空那 昂那 一定要接名词嘛 请问我们现在有什么名词 不就是第一格的 くつ吗 这そんな 接くつ 三跟一一定在一起 那再来 で呢 再来 わ呢 怎么办 そんな 接 くつ 别忘了 我们刚刚不就说了吗 で的前面一定要名词嘛 所以 で一定在くつ后面嘛 只有这个名词啦 所以そんな くつ で 黏住了啦 不能够再分了 そんな くつ で 也就是三 一 四 是在一起的 剩一个 わ わ擺哪 擺最后嘛 いけません 平常不是有个句型 てわ いけません 之类的吗 所以 わ 在最后 那 そんな句子 では いけません 刚好嘛 对不对 てわ 现在只是 它是个名词 所以变成 で 加わ 当然这个 で 什么功能 等一下来解释 明日は大事なお客様に会うから 因为明天要跟重要的客户见面 そんな くつ で わ いけません 所以这边的で 是什么 工具手段 只是 你不能只说 くつわ いけません 鞋子不行 不行的是人 那で 为什么加で 工具手段 用那种鞋 也就是穿那种鞋 不行 他才回答了 明日は新しい靴を 入ってきます 了解了 刚刚我们只知道 くつ 前面有一个 そんな 因为そんな 一定要接名词 那くつ 后面 接で 当然 わ 也有可能放在くつ之后 可是有で 存在的时候 隔住词在前 副住词在后 合理了 好 下一题 自己处理了 我不先念 先念 不小心 就给你提示了 好了没 还没好 自己按暂停 我们直接 开始 还没 又给各位 两秒钟的机会了 来 今日は風が出かけたくない 有し 有だから 有寒寿 有自由语 怎么样 だから 有个だ 所以前面 不能够接 自由语 一形容 之后面 不会有だ 那谁需要一个だ し也不用 所以需要 だ的 是不是寒寿 样太的 这个寒寒寒 所以寒寒寒 だから 三跟二 一定在一起 那 自由语 跟し し 原因 理由的并列 放在常体之后 是不是 自由语 接し 所以 四一定接 一 三一定接 二 接下来 顺序 是 四一 在前 还是 三二 在前 怎么分 し跟 から 对不起 し跟 から 在一起 から 是因果 关系 那 し し 的时候 的 第二个 し 可以用 から 来代替 你不能 から 加 し 但是 你可以 前面 し 后面 から 所以 寒寒寒 だから 是不是 摆后面 三二 在后 自由语 在前 因此 答案 其实出来了 我有没有解释到任何的句意 没有 来看 今日は 風が 自由 四一 在前 是什么 寒 寒 だから 出掛けたくない 你能不能 所以 今天 风很强 看起来很冷 寒 寒 だから 答案是 寒 寒 不错 好 再来 下一点 各位 先看 好咯 准备来看 下好 离手 请选择 没有 其实还没选择 好啦 一样 这个阶段不可以有综艺 不过第一句话 看一下 山田 皆さん 東京の大学に行くことも留心に話しましたか? 山田 你已经跟你父母说你要去东京上大学的事了吗? いえ でも もし留心に つもりです はんたいする 東京で勉強されでも 好 怎么办? 请问最后的 つもりです 前面是不是要接 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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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常体 所以 四个选项当中 唯一可以跟 跟つもりです 连接的是谁? 思路 所以二 一定最后一格 当然 在此之前 其实可以先讨论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航呆跟 benkyo 我们框起来的 航呆跟benkyo 我说 是名词吗? 本身 航呆是名词 benkyo是名词 可是句子后面 我们还应该 应该有 siru跟sareでも 表示了 这个时候 他们其实是什么 汉语动词啊 应该有加siru 有加sareでも的 只是谁加谁 谁加谁嘛 航呆加什么 反对 这句话看起来 反对的是谁 是父母 但是 但是 我说了 我们不可以解释 所以 如果你这个时候犹豫 你就 各自套上去 航呆 套sareでも benkyo 套siru 或者是 航呆 配siru benkyo 配sareでも 然后再去看哪个合理 那当然 这很基本的 这边的 航呆 一定是加sareでも benkyo 一定加siru 所以 tokyo的benkyo siru 三跟二 放在一起 在东京读书 一跟四 放在一起 再来 一四 二三 谁前 谁后 看的是什么 两件事 第一个 刚刚说的 最后的 zimori 只能接 siru 所以 三二 一定是 后面两格 另外一个判断呢 temo 逆态接续 这个逆态 对 逆态的temo 放在句子中间 所以 一四 一定在前面 那 如果你说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意思都看不懂 六型加了 nina 六型加了 ni 所以 这个被动的 siru siru 是不是才合理 被父母 受父母的反对 好 来看 山田 你已经跟你父母说 要去东京读大学了吗 还没 不过 就算父母反对 是不是我们说的 六型 ni handai siru siru 就算受到父母反对 就算被父母反对 就算父母反对 tokyo de bengkou siru siru tsu mo li desu siru 所以这句话 其实 如果你可以 掌握到 siru 一定是最后一格 就是我们说的 先找出 tsu mo li 前面 一定放 辞出型 siru 一定最后一格的话 答案 一定是三 整个句是什么意思 不重要 好 希望 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句子重组的解说 可以让各位完全理解为何我称这叫送分题 不管你是要考N4N3N2或者是N1的同学 用这个方法来掌握这五题送分题 好 今天到这边 拜拜 拜拜